我生长于充满辛香料的孤独 移居台湾多年 强烈的思念 促使我重回东南亚 寻找味道的根 某个夜里 寻着儿时的记忆 对辛香料的感受 加上自己的调配心法 我拼凑出家乡沙茶酱的食谱 随着香气飘散 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家 零二开怕 独享时光 我是主持人李承宇 或许台湾的饮食文化延续福建敏菜 中国南方饮食的习惯 辛香料在家常菜里出现的并不频繁 纵使用五香料包来炖肉 我也从来不知道料包里放的是哪五香 也因此 我在看辛香料风味学这本书的时候 觉得很吃力 因为它架构的辛香料知识系统 实在是很庞大 全面 而且对我来说相对陌生 因为看不懂 干脆就邀请作者到现场当面请教 欢迎辛香料风味学的作者 最近在网路上开设 十二道世界伽里克的辛香料女王 陈爱玲老师 陈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爱玲 爱玲老师是马来西亚华人 生长在槟城 老师我们接续您在节目一开始 讲到的那一段 您为什么会对辛香料产生兴趣 开始去研究它 我觉得人生有太多的意想不到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研究香料 我其实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有一天会跟大家分享饮食 然后聊香料 虽然我在香料的国度长大 出生长大 那我也很习惯香料的味道 但你问十个马来西亚人 可能有十个人不知道 他每天吃的咖喱 是用哪一种香料 或者是众多哪一些香料去堆切而成的 对很多人来说 咖喱其实就是一种概念叫咖喱 大家不知道的是 咖喱这种东西里面还有各种的香料的组成 没有错 所以才会高潮叠起 才会起承转合 是是 对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我好像一步一步走向香料的世界 但是一开始 我做我从事16年的翻译工作 定义工作 那后来一个机缘 这个我在社区大学开课 我开的是吃香喝辣聊南亚文化 很吸引人的课程名称 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候我就想说 我要怎么来介绍东南亚文化呢 不如聊吃的好了 可是聊吃的 当时候我又不会做菜 这很难想象 我还没还都认为老师是做菜的高手 没有没有没有 我原来并不是念本科出身的 不是餐饮相关的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其实当时候就觉得课纲都写出去了 那总不能开天窗吧 所以当时候我就有一个机会 就在暑假的时候就回到东南亚 那我也透过东南亚的各国的朋友的辗转介绍之下 就有机会跟其老们 就是学一些 就是各国比较有代表性的菜 比如泰国可能就会是东阳贡 缅甸呢是缅甸鱼面 鱼面 那越南呢就是越南的河 河粉 对对对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课程的需要 我再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这么多年以后 我再回头来想 到底是哪一个 我哪根筋不对 我觉得其实最后 我觉得影响我最深的人 应该是我的母亲 我因为想家 也想念母亲 我会进入厨艺 完全是因为她 所以小时候你们在家里 妈妈都会煮一些什么样的食物 我妈妈是潮汕人 我爸爸是福建人 所以我们家的餐桌很混搭 就煮给爸爸吃呢 一定要炒得乌七妈黑的 因为爸爸觉得说 黑看起来亮 才有食欲 可我妈 我妈是潮汕人 潮汕人的菜永远就干干净净的 所以从小就被很多的 就是潮汕菜啊 这个福建菜啊 喂养 然后再加上 这个我的祖父 就阿祖 发击得比较早 所以当时候就 有非常多的同乡 要来南洋 就讨生活 但是因为短期间还没有工作 所以他们就会寄居在我家里 所以我家里的一楼 有时候就是打地铺 满满都是人 来自这个四面八方 四面八方 同乡好友 对对对 然后常常一开桌 就是四五桌 哇 所以我家里就是有各式 每一个籍贯的 有海南的厨师 有上海的厨师 有浙江厨师 然后也有本地人 比如说马来厨师 印度厨师 娘惹厨师 等等等等 所以每一天就被 这个四面八方的 各种口味包围 各种口味 各种菜肴 各种不一样的籍贯 从小就这样子慢慢累积 然后一点一滴 就这样子长大 感觉现在很幸福啊 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幸福 所以我常说 现在父母要跟孩子 产生连结 最好的方式 就是你做菜给他吃 然后他会记得你一辈子 我们的口味 都是从小在家庭里面 养成习惯 是是 所以 我常常有时候想家的时候 不会做嘛 就刚刚聊到 就不会做菜 一开始我并不会做菜 所以不会做菜怎么办呢 又想 那怎么办 只好打电话回去问妈妈 求救 求救 可问题是有时候 你厨艺不好 即便人家告诉你 你也做不出来 没有办法 这个越洋指导 对对 没有办法 就是没办法 所以后来就只好 妈妈可能 后来妈妈如素了 所以她 我也不方便再问她 所以我想念的时候 我就会自己 坐下来 然后冥想 小时候 可能家里都跟叔叔 做了这道菜 那这道菜 是怎么做的呢 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所以每天 没事干 又没有什么完蛋 然后最大的兴趣就是 跑到厨房 然后跑到厨房里头 就看 这个人在做什么 那个人在做什么 所以 为什么坐下来冥想 就是想起A做了什么事情 A在剥蒜 B在冲倒香料 C在油炸 炸了之后 可能第一个步骤 在做什么 然后第二个步骤 可能放一些香料 放了芭蕉 放了肉桂 放了丁香 至于放多少 可能记不起来 那没有关系 这个部分可以演练 就自己慢慢慢慢的 做一次 可能味道太重了 第二次修正 第三次 可能慢慢接近 心目中的味道了 听起来很像那种 武侠小说里面的 武功高手 透过冥想 武功秘籍 对对对 然后一招一招的大绝招 就这样练起来了 没有办法 因为太想念了 你想念的时候 你只能自己做 马来西亚 它的族群 其实很多 香料 鲜香料这一块 在饮食里面 也扮演的 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可以跟 我们聊聊看 好我们先从 马来西亚 香料的角色来说 它在马来西亚饮食里面 是各有什么样的特色 有香草 有香料 等等 其实每一个国家吃的 应该说 习惯调味 和使用 新香料的 方式不太一样 从原来 不管是福建 或者是广东移民到 马来半岛去的 这些华人 一开始他们 其实不会吃辣 在原乡已经不吃辣 是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 第一代的他们 还是吃着 在异乡 吃着熟悉的家乡菜 第一代通常是这样子 对吧 没有错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 我们是推敲 而推敲 可能 她后来又娶了 当地的女神 然后因为 厨房永远是 女人的天下 但在那一个 相夫教旨的年代 女人 就是要 侍奉 她的劳工 她是先生 所以她就会煮 她先生喜欢吃的菜 可是问题是 她又习惯吃香料 怎么办呢 对啊 所以她就开始融合 比如说 她在卤鸭的时候 多放了一颗肉桂 原来在原乡 并没有这样子的习惯 但是这个先生 吃着吃着就觉得 这味道 也不错 还不错 对 还不错 于是呢 一代传一代 这个菜肴 原来在原乡 并没有香料 后来 在马来半岛 就添加进去了 而且她吃着 真的觉得 也不错 也蛮美味的 马来人 习惯吃 一些在地的香草植物 因为这些马来人 绝大部分 还是南岛族人 是 所以南岛族人 他们习惯在 这一些 这些森林 尤其是 热带雨林 采集 一些 这些香草植物 比如说 主要哪些 原来它们就是 一种草药 就是草药 我不要讲其他的 我讲大概比较熟悉的 比如像是紫苏 紫苏 对 我们也很熟悉 是啊 那原来 它们就熟悉 这些味道 它们会采集 这些东西 主要就是为了什么呢 主要就是为了 驱风发汗 紫苏有这样子的 一个效果 这一些 本来隐藏在 森林当中 这些植物 这些种子 这些花卉 比如像是 赤圆衰 它是一种香草植物 越南人为什么 吃赤圆衰 因为它能够 解肠味的脏气 吃着吃着 它就觉得 也不错 也蛮习惯的 所以慢慢 渐渐的就成了 餐桌上 另外一种风景 感觉起来 亚洲这边的这种 食用这种香草 或者是甚至 华人这边的这种 药草 或者青草 这样的传统 都会来自于一种 对所谓我们讲说 药食同源 可能也会对身体 有帮助 然后又是一个 很好吃的东西 是 我相信在台湾 也非常多 而且这种 香草类的植物 非常多 只不过 大家还没有发觉 它原来 也可以拿来入菜 台湾 我吃到 感觉起来 最强烈的 一种香草 应该就是 九层塔 九层塔 OK 其实很多国家 都吃九层塔 九层塔 就是罗勒家族 罗勒是一个 庞大的家族 是 对 那台湾当然 就是习惯用它来 烹煮海鲜 等等 或者是煎个蛋 其实东南亚有 类似的吃法 那您有观察到 台湾的这些 鲜香料的使用吗 其实 我讲两种 一种就是 分冲 分冲就是 红葱头 红葱头 在台湾非常 这个习惯用 红葱头来做包香 或者是 用红葱头来作为 这个底味 调香 调咸香 咸味的香气 很明显吃到 它的气味 那在东南亚呢 其实分葱 通常它是一个 sauce的基底 它是一个饮味 这个差别很有趣 是 东南亚人用 非常多分葱 而且是 整个东南亚 11个国家的人都用 但是它不是 像台湾这样 把它可能炸的酥酥的 然后这个香味 很明显 这种鲜香 也有这种吃法 也有这种吃法 那 华人移居到 东南亚各国之后呢 也把炸红葱头 酥这件事情了 也带过去 每一个族群的餐桌 所以你会看到 南岛族人也在吃 南岛族人会在 他们的白饭上面 炒了饭之后 就撒上一把的 红葱头酥 你会觉得 这不就华人饮食吗 印度人也有样学样 他们也会在 一些面上面 撒上红葱头酥 蛮有趣的 所以是好吃的做法 好吃的东西 其实是一个跨越族群 大家都喜欢的 而且每一个族群 都会采借 其他的族群 可能吃起来好吃 不错 美味 于是我也来加那么一点点 你也来加那么一点点 最后可以加到哪里 那就各凭本事 各自发挥 各自想象 我还要讲另外一种香料 也是蛮有趣的 蒜 蒜感觉起来大家都用得很频繁 对 很频繁 对 但是台湾人的蒜 就是我们常常用在撒面 或者是炒菜淋在上面的蒜酥的油 蒜酥油 是 我们会用蒜酥油 而且每一个族群都用 很妙 跟红葱头这样 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 它就是等于我们的蒜酥 就等于是台湾人直接撒菜面 或撒菜饭的红葱头树 哦 是 所以同样的东西 有华人有没有截取概念 带到他移居的桥居地 或者是移居的地方 有 但是他变成另外一种 不一样的面貌出现 比如说华人的习惯的口味 绝对跟 比如说跟马来人 跟印度族群 其实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大家都能够接受 比如说这个蒜酥这样做法 他们有共通的地方吗 他们在各族群之间有共通 不管是味道或者是香气上面 能够被大家接受的 我相信 我相信在第一代的时候 肯定是你 你过你的生活 你过你的生活 我过我的生活 你吃你们家的餐桌 我吃我们家的餐桌 但是我们有机会 在一起 可能共事 可能 一起念书 或者是交朋友 偶尔你也会带 你的食物来跟我分享 我吃吃着吃着 我就觉得 这味道不错 不错 这是怎么做的 下一次我可以来试试看 那就纳入了我的 饮食习惯里面 纳入了采纳你的 你的我认为好吃的优点 带入我家的餐桌 然后经过可能第一代 第二代的相互的融合之后 我相信这中间当然一定会有碰撞 一定会有撕裂 但是最后我决定采集你的优点 然后内化成为我们家餐桌的一份子 反正对好吃的东西 大家其实这个都没有什么抵抗力 对 然后煮着煮着煮着 它就变成是我们家的一道家产菜 饮食文化的这种融合 通常都是这样来的 是啊 是啊 我在讲一个更实际的例子 越南 我的很多越南朋友 早期他们来台湾 移居来到台湾的时候 会开这个越南小吃店 是是 对 那开越南小吃店 总是想要 性自博博的 想要把家乡的那种 吃的文化抬到餐桌上 做最道地的小吃 最道地的 对 所以越南的河最道地 旁边还会有一笼生菜 是是 对对一笼生菜 对 对 然后第一次的时候 端上桌 台湾人可能会认了一下 我到底先要吃生菜 还是先要吃河粉 如果我吃生菜 为什么没有沙拉 然后就问了老板 有沙拉吗 有沙拉酱吗 没有 我们不是这么吃的 对 我们是塞进河粉里头 拌着河粉一起吃的 哦 原来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 有没有生菌素的问题 我懂 一字两字之后 这个老板觉得 太费事了 我还是不要拿出来 对我还是不要拿出来好了 所以久而久之 你就不会在河粉店里头 看到那一笼生菜 那笼生菜就不见了 这其实也是我个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饮食的冲击 几次我到越南出差 不是旅行团那种 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当地的朋友 跟他们去 他们生活中吃东西的方式 确实 我会发现他们会有 先给我个一笼一盘的香草 不管是我去吃火锅 我去吃河粉 他都会放在旁边 这样的一个香草 这样的一个菜类的东西 然后可以把它捡一捡 然后放到我的主食里面 食物里面 用热汤把它烫一烫 对 然后再跟河粉一起吃 那种滋味有酸的 有苦的 有辣的 没错没错 这个其实很冲击我 因为我们平常在台湾的越南的餐厅 越南的饮食店 后来就没有这个了 没有 对 没有 我就是一碗河粉就是这样子 顶多有的九成塔吉片 然后给我一点柠檬 然后让我滴一点在汤里面 所以这就是食物在演变的过程 它会因为有一些在地的习惯 可能增加了 可能删去了 所以不只是增加 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像这种 香草盘这种被略去的可能 因为饮食习惯的不同 所以大家以后真正到了 可能越南的餐厅 看到这一盘的这个香草的话 千万不要跟老板要沙拉酱 回到我们辛香料的主题 爱因老师真正把这个辛香料的分类 种类或者是说食谱 甚至它的架构 都煮架的非常的完整 我觉得您很厉害的就是 您把辛香料 您会把它区分为 辛、香、调味料 这三个部分 完全就是辛香料 这三个部分 为什么您会这样分 其实辛香料 就是美国辛香料协会 其实一开始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比如辛的话就是spice 然后aroma跟condiment 所以它是三个不一样的类别 那其实我在研究辛香料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一度 我其实很想要把这个概念 就带来台湾跟大家一起分享 可是台湾其实对香料这个部分的理解 会比较应该说 会用自己的想法来理解辛香料 那我希望辛香料能够更容易 更加的亲民一点点 比如说这个辛它是应该被 这个香料 比如像是辣椒好了 它应该要被归为哪一个类别 它有没有辛、有 它有没有香、有 它有没有调味兼上色的功能、有 那怎么分类 那就是全方位的辛香料 因为它同时具有辛香跟调味料 那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这么分呢 因为我觉得它会更加容易被理解 尤其是一开始想要进入正门领域的人 所以老师您刚刚说 我们台湾人是怎么样去理解辛香料的 其实台湾人会觉得辛香料很困难 是因为第一它的别名很多 没错 我觉得这最困扰我的地方 然后通常是掌握在特定的人的手里 如果你要学或者是你要理解辛香料 首先要从分类开始 因为它某种程度不是我生活里面的东西 我要卤个牛肉 我要去中药柴店去帮我配五香料包什么的 但是有没有人曾经想过 如果你把这些配香料包的理解 你把配香料包的概念全全的交给别人 你就可能没有办法创作出你自己想要的味道 如果有机会能够理解每一种香料的单方的特性 它的皮性 甚至是它可以用在哪一个地方 那你就可以随意的自己创作香料 听起来很棒 老师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吗 比如说刚刚讲到辣椒 辣椒是 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八角 八角它是兼具香和调味的能力 它不辣 对它不会辣 那香是什么香 凡是归类为香 一定是味肠就闻得到 你不用放在嘴巴里面你就闻得到香气 就闻得到香气 然后它有没有调味的功能 有 调什么味呢 调一点点嗆味 调一点点酸的味道 八角有一点点酸的味道 有一点干的味道 干跟酸的味道 那它有没有上色的能力呢 没有 因为通常我们不会放这么多量的八角 摆到一道食物里头去 因为这个太可怕了 想的就蛮可怕 那什么是料 调味料 料比如上是姜黄 姜黄它有没有 呛辣 没有 它有没有香 它有香 但是它的调味跟上色的能力 远远比调香来得更显著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就会把它归为调味料 因为它是大鱼 取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来归类它 没有错 但是有一些香料 你看起来是不是 这一些香料好像都有一些重叠之处 对 所以有一些香料 这些香料 有一些香料它确实有重叠的地方 但有一些香料它就是直接了当 就是很呛 味道就是呛 凡是你感觉到呛 感觉到麻 感觉到心 它就是全方位的香料 感觉呛麻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花椒 麻 花椒是麻 对 呛就是三葵 哇沙比 辣就是辣椒 辣椒 对 我尽可能在做这个分类的事情 但是我也心里其实很理解 纵然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来做分类 你仅能够在这之中窥探一耳 真正你要进入香料的世界 你需要打开你自己的五感 你要从实作去慢慢累积你的经验 您会怎么建议一般有兴趣的人 开始这段味觉的旅程 嗅觉触觉无感的里程 比如说你想要卤个肉 对 你最先想到的是 你要调香嘛 对不对 香气很重要 你要调香 你会用什么东西来调香 你会用从我们身边最熟悉的 八角肉桂丁香 对不对 甚至是你会加入 平常你就会用的青葱 你就会用蒜 对吧 蒜 这是大家很日常的 好 那这个时候我会建议 如果你要全方位的提起 把这些八角肉桂丁丁香 相互的激荡 让这碗肉桂丁的味道能够往上提升 我会建议你用一定至少要用一个全方位的新香料 你可以选择辣椒 你可以选择胡椒 胡椒也算是全方位的 你可以选择花椒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在我多年的累积经验当中 我发现只要有全方位的香料 这些很富裕香气的单方香料 就会至少往上提升70% 这是一个秘诀 这是一个秘诀 所以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口诀 有没有基本的架构 其实它还是有的 就是我一定要挑一个全方位的新香料在里面 但你不会在这碗肉桂当中吃出辣味 重点是这样 这个很微妙 它就是一个功能性 你知道它就是一个功能性 它的功能就是在驾驭 它的功能就是发号施令 所以全方位的新香料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跟本能 它就是在那边你知道吗 就像一个leader发号施令 就会阻止这一些富裕香气的单方香料 在你的口腔当中一直往上跳 它会驾驭它们 所以你如果吃到某一摊的卤味 非常八角 非常肉贵 不对了 那就是不够平衡 这个很有趣 老师可以再帮我们多讲一点这种 新香料的架构平衡吗 我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其实香料就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因为阿姨废头说我们人必须要平衡 所以你在调香的时候也必须要考虑平衡 这种富裕很重的单方香料 某种程度它就是浓郁 用香料不能用太过度 太over 所以我常说用香料要似可而止 点到为止 能够画龙点睛最好 用得好不如用得巧 让它似有若无若隐若现 在你的口中缓慢的绽放 这个跟很多人的想象不一样 对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 大家都觉得讲说 我要放我就要吃油感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被邀 受邀去这个调酒协会讲课 讲完了课之后 大家就要每一个学员都要调两杯 所以我一喝哇八角好可怕 你知道这个喝到 你知道喝到这个 这瓶八角酒的人 他也不是叫八角酒 他只是某个名字 但就是用香料 你知道吗 香料在酒体和油脂里头 会站上的速度会很快 它是个媒介 它是个介质 酒和油是个介质 放大它 对 所以你一定要似可而止 平衡很重要 所谓平衡就是 你感觉到他在 甚至是他不在 但他在你的底位 哇 他能够撑起你的菜肴 厚实的香气 但是厚实的香气 并不代表你会吃出来 你会吃得出来 但这个时候有人就问了 如果我吃不出来 我干嘛放 对啊 我就是要放到 你知道我这是八角调酒 对 可问题是 有一些香料的角色不一样 有些香料的角色 它只负责叫味 叫去你的食物里头不好的味道 或者是有一些香料 它的角色就是在做圆容跟调和 比如说像什么 比如像是肉豆扣 肉豆扣我们比较陌生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香料 肉豆扣是一种色香味非常浓郁的香料 它在大航海时代 这些西方列强争夺的香料 所以在过去呢 它能够防腐 肉豆扣 蓝鱼也有肉豆扣 对 但蓝鱼肉豆扣不能吃 现在肉豆扣产地最多的地方就分布在印尼的香料群岛 那种魔路加群岛 这个地方 肉豆扣有肉豆扣米 你只能用一点点 所以它的角色就是在圆容 而且它有吹琴的效果 不能用太多 不能用太多 对 用太多人会嗨你 其实香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神秘世界 所以老师会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吗 怎么样用算太过 怎么样用又算不足 恰到好处有一个标准 还是说这个就是个人不同的领悟 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 要学单方香料的特性 所以我其实每一年的春秋两季 都会开单方香料的课 那在单方香料的课程当中 我比较想要大家 引领大家进入 认识每一个单方 它的个性 比如说 陈宇你的个性是属于比较沉稳型 是 对 那你会去思考 你很内敛 对 那有些香料它是属于这个个性 真的吗 对 它有些香料它就是这个个性 所以你放再多 它就是内敛 它就是沉稳 对 你不会吃出 它在菜肴当中 我吃出它的味道了 不会 而且它的比例是最高的 比如 还吃不出来 还吃不出来 比如像是这一次我开的世界咖喱线上课 有非常多咖喱 全世界的咖喱几乎都要用到湖水纸 但湖水纸太内敛了 它永远只是指纹楼梯想不见人下来 一个幕后英雄的角色 他就是那个幕后默默在煮香的单方香料 所以每一个单方它的特性不同 它的作用也不同 它的个性不同 它的作用不同 而且还要依据你做哪一个菜系 你能不能放某一些香料 你到底是要取这个香料的功能性 或者你是要让这个香料来做叠香 或者是你想要去胃 你想要脚胃 你想要去星山 或者你想要喝功能性的 比如说我今天就胃不太舒服 胃脚痛 我想要喝一些功能性 让它帮助我缓和的香料 比如像是扇形科的小茴香 它就是能够缓和你的胃不舒服 或者消化不良 很多香料的功能性 跟你要放在酒体里头 你要放在调味里头 你要调什么味 你想要放在卤味里头 卤味里头无用置疑就叠香 那你想要放在辣椒酱里头 那你到底是要去 你希望这些 当然想要去辣椒的色味吗 那种青色味吗 还是说你希望你的辣椒 有一个起层转合 让人觉得惊艳 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 我要复香 那复香的同时 还要思考 我要不要调味 顺便调味 我要调什么味 心肝酸苦咸色 阿玉废陀说 香药有六味 心肝酸苦咸色 色也算 色也算 有人觉得色一点都不好 没有色没有绝对的不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吃 这个比较浓郁的 比较沉重的一道菜 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像是一道排骨 糖醋排骨好了 糖醋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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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吃糖醋排骨 是不是又甜又酸 对 那偶尔加一点色味 没有不好 它在缓和你的舌腔当中 容易感受的那种沉重感 它可以转换你的味觉 就好像我们在吃很多 这种Find Dining的那种 Sharbon 又甜又酸的糖醋排骨 能加香料吗 如果要透过香料的色感来解腻 辛香料女王陈爱玲老师 会选择什么香料 我们熟悉的沙茶 经过爱玲老师的调制 竟然能有柔美细腻的口感跟滋味 它的沙茶香愁又是什么 更多辛香料的故事跟学问 都在下一集独享时光 上网搜寻vip.udm.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 看更多精彩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